全能神话语朗诵 皆是狄基督 第七条 邪恶阴险与诡诈 一 狄基督的邪恶主要表现在那儿 就是他明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合乎真理的 但是到做事的时候 他们的选择永远都是违背原则 违背真理的 只为满足个人的利益与地位的 这就是狄基督邪恶性情最主要的表现 无论他明白多少自觉道理 讲起到来话语说得多么好听 让人看起来他多么通灵 但是当他做事的时候 他选择的原则方式只有一种 违背真理 维护自己的利益 与真理对抗到底 那是不折不扣的 这是他们选择的做事原则与方式 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心中所想象的神与真理 到底是什么 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只是想达到会说会讲 并不想实行 只是用嘴说一说就想得到神选民的高看 好借此夺取教会带领的地位 达到掌控神选民的目的 他们利用传讲道理 他们利用传讲道理达到目的 这是不是藐视真理 玩弄真理 践踏真理呢 这样对待真理 是不是触犯神的性情 他们只是利用真理 在他们心中 真理就是一种口号 一种高论 能够用来迷惑人 笼络人心 能够满足人对美好事物的渴望的一种高论 他们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是没有人能达到实行真理 活出真理的 这是行不通的 也是不可能的 只有让人公认的 能行得通的才是真理 虽然他们嘴上也讲真理 但是他们心里不承认这是真理 这是怎么检验呢 从来不实行真理 这是一方面 还有重要的一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临到事的时候 他所明白的那些道理 总也行不通 看他外表挺通灵 讲道理一套一套的 但临到事 他的做法就很偏谬 就算他实行不出真理 那他做事起码也得合乎人的观念想象 合乎人的标准 人的口味吧 起码让大家能够看得过去 这样他的地位也好稳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他所做的事就特别偏谬 一看就是不明白真理 为什么他不明白真理呢 他心里厌烦真理 他不承认真理 他喜欢凭撒旦哲学办事 他总想用人为的办法处理事 处理完之后能让人服气 他有威望就行了 狄基督到一个场合 要是听到谁讲空洞理论 他听得特别来劲 谁若是讲真理实际 讲人的各种情形 这些细节 他就总觉得是在说他 在扎他的心 他就反感不愿意听 若再让他交通交通 这段时间情形怎么样 有没有长进 进本分方面 有没有什么难处 他就没话了 你在交通点这方面真理 他就睡着了 他不爱听 还有些人 你跟他闲聊的时候 他往前靠 一听交通真理 一听交通真理就躲到角落里 打盹迷糊去了 一点都不喜爱真理 他们不喜爱真理能到什么程度呢 说轻了就是不感兴趣 能做效力者就行了 说中了 说中了就是厌烦真理 对真理特别反感 接受不了 这种人如果做了带领 就是狄基督 如果做普通跟随者 也是走狄基督道路的人 也是狄基督的苗子 看外表 有头脑 有恩赐 是块材料 看本性实质 就是个狄基督 就是这么回事 衡量这些是根据什么 都是根据人 对待真理的态度 对待正面事物的态度 这是对待真理方面 还有一方面 很多时候 人不是直接面对真理 有些事不涉及真理 也想不到涉及哪方面真理 那人直接面对的是谁 直接面对的是神 那这些人怎么对待神 在哪些表现上 能看到他们的邪恶性情 他们对神 有没有真实的祷告与相交 有没有诚实的态度 有没有真实的信心 有没有真实的依靠交托 有没有真实的敬畏 这可都是实际的事 绝对不是官话 口头禅 如果你不懂这些话是实际 那你就不通灵了 关于这类人的表现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有的人聚会的时候 攥着拳头发誓 我这辈子不娶不嫁 把工作辞了 撇下一切跟神走到底 喊完之后 要为神花费了 他琢磨琢磨 怎么能从神那儿多得福呢 我得做点什么让神看看 结果有一次 听神说不喜爱他这样的人 他心想 那怎么办 那我就离神远点 让神看不见我 这是什么情形 他远离神是为了防备神 这个防备里面是什么性情 邪恶 做事总防着神 怕被神看漏 不接受神检查 这是信神吗 这不是抵挡神吗 这种情形太消极了 是不正常的 虽然他也能跟着吃喝神的话 但一听到神审判皆是的话 他就逃避 或者赶紧伪装 找一个折衷的办法 掩盖过去 努力地掩饰 竭尽全力地逃避防备 同时心里一直在与神斗 他们做事 不寻求神的心意 也不寻求真理 还想更多地表现自己 能接受真理 能顺服神没有怨言 以外装假冒 来博得大家的赞成 至于神的话是怎么说的 神对这类人是什么要求 对这类人是怎么评价 怎么定义的 他不关心 也不想知道 在他心里 神到底是谁 他也不太清楚 都是想象 都是判断 神做的不合观念 他心里还定罪 虽然口里信神 但心里充满了疑惑 这就是人的邪恶性 有些狄基督常常试探神 他们走一步看一步 简称走着瞧 什么叫走着瞧呢 举个例子 比如他把工作辞了 他就在神面前祷告 神啊 我的工作可是没有了 以后就指望你养活我了 我把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 我这辈子就献给你了 祷告完之后 他就等着看神 有没有给他什么祝福 有没有给他超然的启示 或者是给他更大的恩典 起码比他在世上工作时 得得更多 享受得更好 这就是在试探神 这个祷告 这种奉献是什么 交易 这个交易里面 是不是带着一种邪恶的心情 他的做法是想抛砖引玉 跟神索要恩典祝福 就是这个目的 有人说 国内环境那么恶劣 大红龙抓捕越来越厉害 两个人聚会都有危险 一家四口在一起聚会都有危险 国内这环境信神太危险 若真出事了 还能不能得救了 这不白信了吗 琢磨琢磨 我得想办法出国 以前环境好的时候 我贪想安逸 不想出国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多好啊 还能信神得福 一举两得 现在看形势不好了 灾难临到了 我得赶紧出国 出了国还能尽本分 尽本分就有机会得福 最后逃出国了 这叫什么 这叫投机 人都会打算盘 都有交易心理 这是不是邪恶呀 你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 心理说 在世上受人欺负 父母家族能保护 这要是信神被抓 神保不保守呢 好像不好说 不好说那怎么办呢 父母肯定也保护不了啊 因信神被抓了 一般人救不出来呀 万一我受不了 大红龙的酷刑折磨 当了犹大 这小生命不就断送了吗 还是出国信神吧 有没有这么想的 肯定有 是吧 那有没有人说 你污蔑我们 我们才没那样想呢 这样的人 肯定还不是少数 你慢慢会看明白的 狄基督邪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第一 他不承认正面事物 不承认有真理 他认为 他那些邪术谬论 邪恶恶的反面事物 才是真理 这是 狄基督邪恶恶恶的一方面表现 比如 有的人说 幸福掌握在自己手里 有了权力才有一切 狄基督的 狄基督就是这个逻辑 他认为 有了权利 那些流须拍马的 送礼讨好的 各种地位 之福 享受 就都来了 就不用受人欺负了 也不用被人领导了 自己还能领导别人 这才是硬道理 这算盘打得怎么样 这是不是邪恶 狄基督用他的撒旦逻辑 邪说谬论来代替真理 这是邪恶的一方面 首先他不承认真理 不承认有正面事物 不承认正面事物的正确性 另外 即使有一部分人承认 这个世界上有正面事物 也有反面事物 但他怎样对待正面事物 怎样对待真理的存在呢 他照样不喜爱 他所选择的生活 与信神所走的道路 依然是反面的 不合真理的 他只维护自己的利益 他不管是正面事物 还是反面事物 只要能维护到自己的利益 那就一切都是对的 都是至高无上的 这是不是邪恶性情 还有一方面 具有邪恶实质的这类人 他们天生就藐视 神的卑微隐藏 神的信实 神的善良 天生就藐视这些正面事物 比如说 你们看我这人 是不是很普通啊 是普通 那有什么不敢说的 我自己都承认普通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超凡伟大 我就是个普通的人 我自己从来都承认这一事实 我也敢面对这一事实 我不想做超人 也不想做什么伟人 那多累呀 我这个普通的人 在有些人眼里 他就瞧不上 总有观念 真心信神的人 到我面前 他不管我外表如何 还有点敬虔 而有些人跟我说话 虽然也是客客气气的 但他内心 对我的态度是藐视的 从他说话的口气 与肢体的动作 就看得出来 即使有时候外表很恭敬 但是我说什么 他总说不是 总否认 比如我说今天天气挺热 他说 不是是昨天太热了 否了吧 你说什么 他都说不是 这样的人有没有 我说 今天的菜咸 是盐放多了 还是酱油放多了 他说 都不是 是糖放多了 我说什么 他都说不是 那我就不说了 话不投机 没有共同语言 还有的人 听见我说 关于信神的事 他说 你说这些最拿手 那我听 我若说点外面的事 他们就不愿意听了 好像我不知道 外面的事 他不搭理我正好 我图个清静 我不需要人搭理 我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我有我的职责 我有我的活法 你们说 人这些态度 代表了什么 他看我长得 不像伟人 不像能人 说话做事 像普通人一样 他就觉得 你怎么不像神呢 你看我 要是让我当神 那我是最像的 神不是像不像的事 那是你要求我像 我也没说我像 我也没希望我像 我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走到哪儿 有些人不认识我 不认识正好 我还省得麻烦 你看主耶稣 当时在犹太地 说话做工那么多 跟随他的那些门徒 无论有什么败坏性情 他们对主耶稣的态度 那是人对神的态度 这个关系是正常的 而有一些人 却说主耶稣 那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甚至有些 跟随了挺长时间的人 也总是这个态度 这是神道成肉身 作为一个普通正常的人 经常面对的一件事 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有些人跟我初次见面的时候 很热情 我走的时候还趴着哭 但真实相处时就不行了 很多时候我就得忍耐 为什么得忍耐呢 因为有些人愚昧 有些人不得教化 有些人需要让他效力 还有些人不可理喻 所以有些时候我就得忍耐 有些时候 有些人就不能让他靠近 这些人太恶心了 他有敌对的性情 敌对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看到小狗挺好看 我说叫花猫吧 多数人对这个名什么态度 就是个名字 看我掀起了 那就叫着很正常一个事 有些人有敌对的性情 他不叫 他说 你叫他花猫 这什么名啊 没听过叫花猫的 不叫这个名 应该叫个英文名 我说 我还不太会起英文名 那你们愿意叫什么 就叫什么吧 我让步 为什么我让步呢 这就是个小事 为什么要争啊 有些人他就不让步 非要争 我让步不代表 我认为我做错了 这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我不跟你争 不代表我怕你 我不争 但是我心里明白 你是个不信派 我宁可跟狗打交道 我不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 我要打交道的人 除了生活圈范围 必须要交往的一些人之外 就是弟兄姊妹 神家的人 这是我的原则 外邦人 我一个不交往 我不需要 但在神家中 如果有不信派 对神家友好 你可以作为教会的朋友 你给教会帮忙也好 或者出点力 办点事也好 教会可以容下你 但我不能像对待弟兄姊妹一样 跟你打交道 我的工作很忙 没时间应付这些事 有些人信神几年的时间了 对神的做工 神道成肉身 神拯救人 应该有一些概念了 但还是没有一点敬畏的心 跟外邦人一样 没有丝毫变化 你说 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天生的魔鬼 是神的仇敌 跟属撒旦魔鬼的交往深了 都是祸患 都是灾难 你们在日常生活中 都能体会到 不管你来到哪个人群中 总有人看你不顺眼 你没招惹他 也没得罪他 他就能说你的坏话 论断你 重伤你 你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瞅你碍眼 就跟你合不来 就想欺负你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还不知道 哪里得罪他了 然后不明原因的 就被他欺负了 有没有这样的恶人 这就是对头 只能这么解释 你还没跟他交往 他看见你就觉得不顺眼 他就琢磨开始害你了 这是不是冤家对头 你与冤家对头 能不能相处得来 能不能走一条道路 肯定不能 那你会不会跟这种人 争执理论 不理论 为什么不理论 他不可理喻 有些人天生就对正面事物 对正确的东西 对人类中比较好的东西 就是人类比较向往 都喜欢的正面的东西 他就厌烦就反感 这样的人 明白着的一种性情 就是邪恶 他是邪恶之秃 比如 有的男性找女朋友 他认为 不管他长得丑俊 只要贤惠善良 能过日子就行 尤其是有人性 有信仰的 不管你是穷富丑俊 或者是你有病了 他都会死心塌地 跟着你 一般正经人 都是这个观点 哪类人不喜欢 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呢 邪恶的人 那你们说说 邪恶的人都是什么观点 他听完这话是什么反应 他耻笑你 傻瓜 什么年代了 还找这样的 得找白富美这样的 一般人找个正经贤惠的女人 就结婚 本本分分过一辈子 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这一辈子做人干净 邪恶的人 他是这么想吗 他说 现在这世界 男人没搞过 十个八个女朋友 没有个三妻四妾 那还叫男人 那就白活了 他都是这观点 你说 找个正经的 贤惠的 善良的 尤其有人性 有信仰的 在他那儿 能通过吗 他耻笑你 说 你都傻到家了 现在这世界上 谁管谁呀 都是自由释放 尤其出国到西方了 更自由 也没有人管着 你把自己看那么严 干什么 你傻呀 他是这个观点 那你跟他说 正面事物 人类最美好的 属真理的 属正义的 这些正面事物 他听着 是什么感觉 他反感 心里骂你 他了解 你是这类人 他心里就防备你了 该躲着你了 不是一类人 不走一条道 他知道你反感 他那样的人 他心里也瞧不起 你这样的人 他怎么臭美 怎么瞎搞 也不想跟你说 怕你跟他交通真理 让他走正道 他就反感透了 就是他内心深处 瞧不起一切的 正面事物 所以说 你们传福音 要是遇到这一类人 就不能传了 传进来 也是敌基督 不能得救 你们这些人 为什么能坐在这儿 听道呢 不就是有那么一点 喜爱真理的心吗 我跟你们说话 只要你有圣灵做工 你心里就受感动 受激励 愿意为追求正义 追求真理 蒙拯救 奉献自己 受苦花费 那些邪恶的人 一听人说 是为正义 为真理 为神花费 他就觉得空洞 觉得这是口号 不可思议 他歧视这样的人 所以碰到这类人 你们什么也别交通 你们跟他们不是一类人 远离就行了 我碰到这类人 看到他对我是这个态度 说话是这个口气 我是不是应该对付他 教训教训他呀 没必要 不用理会 不用搭理 你搭理 你能改变他吗 你改变不了他 把他搁置在一边 就完事了 这类人信神 也走不长久 他一不喜爱真理 二对正面事物反感 三对神歧视 神的性情 神所有的可爱之处 在他心里 看为最低 是他最藐视的 这就决定了 他永远都不能蒙神拯救 这类人 不管在哪里 不管是老实 还是奸诈 他有这些表现 就决定了 他的性情里 一定有邪恶的成分 哪里有狄基督掌权 哪里的教会生活 神选民尽本分的果效就不好 神家工作都受到拦阻 所以如果不把狄基督解决了 开除了 教会工作得受多大亏损 得有多少神选民被坑害呀 贾带领主要就是做不了实际工作 做点事物性工作 也是进度慢 效率差 另外 他也不会培养使用素质好 追求真理的好人 而狄基督呢 狄基督掌权 只为名利地位做事 丝毫不做实际工作 直接打岔搅扰教会工作 狄基督就是专门搞破坏 跟撒旦是一模一样的 狄基督若看见哪些人喜爱真理 是追求真理的人 他们心里就感觉不舒服 这个不舒服来自哪儿 来自这类人的邪恶性情 就是他们本性里 有一种恨恶正义 恨恶正面事物 恨恶真理 与神敌对的邪恶性情 所以他们看到谁追求真理就说 你文化不高 长得不起眼 还挺追求真理呢 这是什么态度 就是瞧不起 比如有的弟兄姊妹 有某方面的恩赐特长 想尽这方面的本分 其实从他的各方面条件来看 是合适的 狄基督对这样的弟兄姊妹 会怎么对待 他心里想 你想尽这个本分 首先得靠近我 得跟我是一伙的 我才能允许你尽这个本分 否则休想 狄基督是不是这样做事的 狄基督为什么对待真心信神的人 对待有点正义感 有点人性 比较追求的人这么反感呢 他为什么总跟这些人拧劲呢 看谁追求真理 谁表现不错 谁总也不消极 心眼还挺好 他心里就不舒服 看谁做事公正 尽本分 能按原则 明白真理就能实行 狄基督看着就特别来气 就总想方设法地整治这些人 还给他们穿小鞋 如果有人看透了狄基督的本性 实质 看穿了狄基督的阴险邪恶 想要揭露检举他 狄基督会怎么办 他会想方设法拔掉这个眼中钉 肉中刺 肉中刺 会煽动弟兄姊妹 弃绝这个人 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 在教会中 没有什么威望 没有任何地位 只是对狄基督有点分辨 并没有对狄基督产生任何威胁 狄基督为什么就总看他不顺眼 就把他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来对待呢 这样的人妨碍到狄基督什么了 为什么狄基督就容不下这样的人呢 就是狄基督里面有一种邪恶性情 他容不得人追求真理 容不得人走正道 谁要走正道 他就跟谁为敌 跟谁过不去 他就要想方设法除掉你 或者打压你 让你消极软弱 或者抓你的把柄到处散步 让人都弃绝你 他就高兴了 你要是不听他的 不随从他的 继续追求真理 走正路做好人 他心里就不安 他看到你尽本分 心里就难受 就不舒服 这是怎么回事 你得罪他了吗 没有 在你没有对他做任何事情 也没有伤害到他任何利益的情况下 他为什么能对你这样 这就只能说明 狄基督这类东西 本性邪恶 天生就与正义 正面事物 真理敌对 你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也不知道 他就是要跟你过不去 你说往东 他偏要往西 你说那个人不怎么样 他偏说看着挺好的 你说这种传福音方式挺好 他偏说不好 你说有个姊妹刚姓神一两年 消极软弱了 应该扶持 他说 我看不用 比你刚强 总之 处处跟你拧劲唱反调 他跟你拧劲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凡是你说对的 他偏说错 凡是你说错的 他偏说对 他做事有没有真理原则 丝毫没有真理原则 他就是想让你出丑 想亮你的相 想把你打垮 想把你打得抬不起头来 你不追求真理了 你软弱了 不信了 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他心里就乐开花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狄基督这类人的 邪恶实质 如果他看到弟兄姊妹都赞美神 见证神 却对他置之不理 他心里高不高兴 不高兴 他是什么滋味 他就嫉妒 一般人听到夸某个人好 他的正常反应是 我也不错呀 你也夸夸我呗 有这么点小心眼 但听到人见证神 他觉得 人家这么有经历 有见证 大家都赞成他 人家就有这样的认识 我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认识 他心里羡慕 佩服 而狄基督有一个特征 听到谁见证神 说 这是神做的 是神的管教 这是神的作为 是神的安排 我甘愿顺服 他听了就不是滋味 什么都是神做的 神怎么主宰 你看见了 神怎么安排 你感觉到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呢 一方面 他像撒旦对待神 称许约伯的事一样 神得着一个人之后 撒旦是什么样的心理 狄基督也是一样 他有撒旦的心情 另一方面 人如果明白真理 对他有分辨了 不随从他 弃绝他了 他有一种 弃疾败坏的心理 这个人 我是彻底得不着了 那我就灭了你 所以 约伯临到试炼的时候 神就交代撒旦一句话 他在你手中 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如果没有这句话 撒旦会不会手下留情 不会 这是肯定的 他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狄基督对待追求真理 喜爱真理的弟兄姊妹 对待有点信心 尽本分有点忠心的人 他们是什么态度 对于有些人 谈生命经历 见证神 常常与弟兄姊妹 交通真理 他们又是什么态度 嫉妒 仇恨 他们的态度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他们的 邪恶性情 所以说 当你常常看到 他们不知原因的 就打压一个人 不知原因的 就恨恶一个人 不知原因的 就整治一些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狄基督的 邪恶性情 是没有一个人 能改变的 那是根深蒂固 与生俱来的 所以 从这一点来看 狄基督这类人 是不可能蒙拯救的 他不让弟兄姊妹 见证神 那他自己 能不能见证神呢 别人见证神 他都恨得咬牙根 你说 他能见证神吗 他是绝对 不会见证神的 有些人说 那不对 有的狄基督 见证神 见证得可好了 弟兄姊妹听着 直流泪 那是哪一类见证啊 有这样一类见证 你们听听 到底是不是 真实的见证 有一个人 有好的工作 有好的家庭 在神的感动之下 把好的工作 好的家庭 都撇弃了 最后全身心 为神花费 虽然心里也挺难过 但是不管怎么样 都撇弃了 弟兄姊妹说 你就没有一点软弱吗 她说 软弱是有点 但我能撇弃家庭 撇弃工作 这不都是神做的吗 我那时候 一天的收入 都有两三千 一个月好几万 我的资产 有多少多少 信神之后 为了尽本分 我就把我的资产 交给外人打理了 人问 交给外人之后 你就不管了 那是不是 就没有你的份了 你是怎么放下的 她说 神做的 这是不是太笼统啊 一听就是空话 另外 她说收入那么高 这是不是吹牛啊 她为什么这么说呢 她是为了见证自己 撇弃了多少 这是见证神吗 她是见证自己那点光荣历史 曾经付出过那些 花费过那些 献出了多少 然后自己对神 也没有怨言 这里面有见证神的成分吗 神做什么了 是不是没有看到 她见证神这是假的 分明就是在见证自己 还说是见证神呢 这不是骗人吗 打着见证神的幌子 来见证自己 这是不是假冒为善呢 那为什么有些人听完 还挺受感动 一个劲儿的流泪 什么愚昧人都有啊 狄基督只要说到见证神 就把自己做的那点事 献的那点东西 花费的这点时间 都说一遍 时间长了 没人搭理了 她就再说点新的内容 就这么见证自己 谁要是比她强 谁要是比她能交通出点真理的亮光 她心里就不舒服 她是觉得自己在真理上下的功夫 比不过别人 因为要强而不舒服吗 不是 她是不许别人比她强 她看不得别人好 只许她比别人好才行 这是不是邪恶呀 别人比你强 比你明白真理 咱就应该向人学 这是不是好事啊 这是大家都应该欢喜快乐的事 就像人类历史上 跟随神的人中间 有约伯这个人 这是神六千年经营工作中 光彩的事 还是丢人的事啊 这是光彩的事 咱们应该对这事 采取什么态度 应该有怎样的观点呢 应该为神高兴庆贺 赞美神的大能 赞美神得荣耀了 这是好事 这么好的事 有些人居然能够反感厌憎 这是不是犯邪呀 话说白了 就是犯邪了 这就是邪恶性情导致的